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媳妇 我们像没发生失望 自顾地走在路上 我倒露的认识是好梦 原生就轻轻一出旧风 犯荒又大飞黄的 你没睡着啊 没有 今天不好意思啊 我没控制住 哎呀 还在想这阵呢 让你员工怎么想啊 你员工 咱自己家的公司啊 那也挺不好的 哎呀 行了 你看你那委屈那样不至于 那你别生气了 没生气啊 我怎么能省你气啊 我问你个问题吧 如果亲情爱情 让你选择你怎么选择 我没办法选择 那你呢 我啊 如果他是我自己的亲弟弟 我一定会帮的 不是 他像吸血鬼一样 从小到大他也是 他想要什么他都有 想一层好看的酒鞋 我们家里那时候困难 只能喝一瓶酸奶的时候 都是他喝 我过身的一个蛋糕 我都吃不到 这都是他拥有的 那这样你怎么对待的 其实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以前没有的 可能是以前 现在啊 鸡蛋 老公可以给你买 酸奶呢 老公也可以给你买 你之前没有的 老公也都能给你买 听我说完 他毕竟是 你有血缘管的亲弟弟 我们不是无休止的 在帮他 我们只是在能力范围内 适可而止的在帮他 如果你不帮他 他还能找谁呢 你让他贷款吗 其实我都知道 那可是他 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的事情 但是没有金钱 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我们做姐姐和姐夫的 适可而止的帮助他 是在帮他成长 可是 他是我弟弟 又不是你弟弟 他跟你叫 姐夫 你也叫他叫小舅子 对啊 姐夫 能把小舅子 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我想他一定是个好姐夫 但你要把自己的亲弟弟 当成一个旁人的弟弟 那你就不是一个好姐夫 能明白吗 好像有学到啊 学去吧 慢慢学吧 都是直 饿没饿 饿了 想吃什么 想喝酸奶 我猜到了 出发 走